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但用盐酸灌注这个动物的胃肠道 用盐酸灌注这个胃肠道 刺激这个小肠黏膜以后 然后就这个小肠黏膜的提取液 进来注射到另外一只动物的时候 可以诱导被注射的动物一夜分泌的增多 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但是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实验现象呢 那么是不是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盐酸啊 直接就能够促使一夜分泌增多的这种直接的作用呢 那么人们用盐酸直接静脉注射 给动物以后没有观察到一夜分泌的变化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动物一夜分泌的增加 并不是盐酸直接的作用 那么是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实验条件下 用当时流行的巴普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 不能够解释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就认为是盐酸因为刺激了小肠的黏膜 黏膜细胞产生了某些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促使一夜分泌 因此呢这是一种化学 细胞产生的某种化学物质导致功能的改变和功能调节 人们呢就把这样一个可能由小肠黏膜产生的 并且能够刺激一夜分泌的这样一种物质 未知的物质称为醋一夜素 醋一夜素 那么以后呢这个醋一夜素呢就得到了提存存化 这是人类所发现所研究的最早的极数 那就是第一个被称为极数的这样一个东西 从此以后啊 就是说生命科学领域 可以开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就是关于内分泌的研究 那么内分泌 所以现在我们认识到 这个在人和动物的这个生物信息调控系统中 重要的除了神经系统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这个功能调节系统呢 就是内分泌系统 endocrine system 那么内分泌系统呢 它所调节的这样的化学物资 一类化学物资 重要的我们叫做极数 称为极数 hormone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两个调控系统之间 内分泌系统与神经系统 在功能上紧密联系 相互作用 共同实现对机体过器官的调节 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因此呢 可以说 内分泌系统 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补充部分 调节这个人体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 为什么叫做内分泌呢 internal secretion 分泌secretion 我们知道了 最早观察到这个分泌现象 是在一些分泌现体 比如说 汗腺 椭液腺 三线这样一些椭液腺 还有其他一些腺体 那么这些腺体呢 所分泌的物质 所产生的物质 那么细胞分泌到腺导管 分泌到一个腺导管 然后通过这个导管呢 把分泌物排出到体表 或者是体腔 那么这有明显的 由腺导管 产生的分泌物 分泌到表面 或者体腔的 我们称它为外分泌 称它为外分泌 exosecretion 那么 另外有一些 具有分泌功能的这样一些细胞 或者组成这样的一些器官 我们所见到它分泌的物质 并不是经过导管 来到达表面的 而是进入了周围的组织液 并且进入血液 就是说分散开来了 那么这就是称这样的来为内分泌 internal circulation 或者叫endocrine 这是属于内分泌系统 好 那么 内分泌系统的组成 由内分泌线体和散在的内分泌细胞来构成 内分泌线体分布在全身 比如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的部分有 下丘老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下丘老 松果体 垂体 那么都具有 都属于这个传统的意义上的内分泌器官 那么在外周组织的有 甲状线 甲状盘线 等于甲状线 胸线 肾上线 肾上线 那么 移线呢 是属于既有外分泌 又有内分泌的 那么移线的移岛组织 最具有内分泌的功能 内分泌 那么还有一些性线 像高王 卵巢 好 这是所谓传统的经典的内分泌器官 那么还有许多散在的 没有构成器官这样的结构的 散在的内分泌细胞 那么这些散在的内分泌细胞 也具有内分泌功能 那么主要分布在胃肠道 某些呼吸道 在联膜下面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人类最早发现的这个奇数啊 就是在消化道 在消化道 那么这 那么而且在消化道的 分泌的一些奇数 比如说泰类奇数 大多数又与中枢 神经系统产生的一些泰类 这个地质或者泰类奇数 是结构上是相似的 或者相同的 统称为老常态 老常态 是属于这个奇数的范畴 奇数范畴 因此这个散在的内分泌细胞 全身过处都有 那么构成了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此外 有些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某些 非分泌的器官 越来越多的被证明 具有内分泌的功能 比如说心肌 心脏的肌肉 心肌细胞 我们知道 它主要是收缩的 是吧 但是也有发现了 那么心肌细胞可以产生一些 具有生物活性的一些调节物质 那么也是属于内分泌的范畴 比如说心房碳 或者叫做心拉素 又比如说肾脏 肾脏 那么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内分泌器官 但是它也可以产生有些 具有调节作用的物质 比如说肾素 出红细胞生成素 一二五爱腔维生素D3等等 所以内分泌系统的概念 应该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模糊 那么怎么样给它下一个定义呢 现在定义呢 那就是说 某些细胞能够合成分泌 具有活性的 生物活性的调节物质 那么这样一个功能系统 就属于内分泌系统 那么极素 那么就是由一些内分泌细胞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细胞 所分泌的 经过体液或者血液传递的 那么具有生物活性的 高效能的调节物质 那就是极素 那么极素呢 刚才我们讲了 由内分泌线和散在的内分泌细胞分泌的 高效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经过组织液或者血液传递 而发挥调节作用 那么注意到这个高效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高效能意味着它的浓度在血液中间是很低的 浓度很低 但是活性却很显著 那么它的浓度呢 那么它的浓度呢 在血液中间一般是达到这个拉克基 甚至是皮克基 就是很低的 10的-6之分 1 1G以下 高效能 那么 这种高效能说明它 第一 有灵敏的信息接收系统 第二 具有高效能的信息放大的系统 这样一个 才使得它是高效能的 那么极素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笼统而言呢 基数的作用应该是包括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方面 这样几大方面 包括 调节新陈代谢 调节细胞的分裂和分发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及植物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活动 促进生殖器官的发育成熟 与神经系统密切配合 使集体适应环境的变化 这个总的来说 因为它有这么广泛的功能 与生物过体的生长 发育和经常性的一些活动 那么都有关系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广泛的 非常的广泛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极素的 极素的这个分泌的方式 那么这是传统的分泌方式 那么一个内分泌细胞 分泌极素以后 进入组织液和血液 经过血液的远距离的传输 那么到达它所作用的把细胞 或者把器官来发挥作用 那么这是经典的 远距离的分泌 远距分泌 通常讲内分泌 大家一提内分泌的印象 就是这样一个远距的分泌 那么除此之外 那有些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极素 并不需要进入血液循环 那么只在局部的组织液之间扩散 到达临近的部位 到达临近的把器官部位 把细胞部位产生作用 那么这种分泌呢 形式叫做盘分泌 Pyroclone 叫做盘分泌 甚至 那么有些细胞呢 所释放的活性物质 就又能够作用于它自身 作用于它自身的受体 来发挥调节作用 叫做Autoclone 就是自分泌 甚至 现在还有人把 某些活性物质在细胞内产生 还没有分泌到细胞外面 就在细胞内就发挥作用 在细胞内分泌 因此这样一个概念 内分泌的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 越来越模糊了 就是说很难化分 比如说很多细胞内的 细胞内的 什么信号分子啊什么的 它们都是有活性的 但是就在细胞内就 就发生作用 那么是不是属于这个内分泌的范畴呢 那么在传统意义上来讲 传统的概念上是 不把这些 不把这些认为是内分泌的作用的 另外呢 这是神经细胞 我们知道 神经细胞与另外一个神经细胞之间 可以构成一种化学性的突出 那么这种突出的传递啊 也是突出前神经元 合成示范一些化学物质 我们叫做神经地质 然后经过组织叶的扩散 到达突出后神经元 作用于突出后神经元的受体发挥作用 那么这种情形类似 很类似于我们刚才看到的什么 盘分泌的情况 看到盘分泌的情况 那么它的本质上 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那么当然所不同的是 在中枢神经系统里面构成的化学性突出 它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就是一一对一 突出前神经元和一个突出后神经元 构成一一对一 那么这个神经地质很难 从这个间隙扩散到影响其他的神经元的情况 就少一些 它保证一个严格的对应关系 但是如果这种 距离大一些 所分泌的物质作用更多的细胞的话 这可能又类似于这个 类分泌的情况 比如说像这个 那么有一些神经细胞 神经元 所释放的物质 能够进入血液 能够进入血液来影响多过的把细胞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做神经调制 因为它的这个产生的来源啊 是神经细胞 所以叫做神经调制 那么这一种呢 就是由神经细胞 产生的极数 内分泌极数 又被称为神经内分泌 神经内分泌 因此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啊 其实这个许多的极数啊 是来自于这个神经系统的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 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 所以神经内分泌嘛 即使神经元 神经系统又有内分泌的作用 也可以认为神经内分泌系统啊 因为跟神经系统有紧密的联系 那么它是神经系统的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啊 是一种神经系统功能的一种延伸呢 这是一些极数的递送方式 也许还会发现 我们以前所不曾看到的 所不曾见到的新的 这种极数分泌的方式和传递的方式 那么众多的极数 刚才前面讲到那么多的分泌线体 散在的内分泌细胞 所分泌的极数 肯定众多的功能也是非常广泛的 那我们在研究 在认识这个极数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首先的做法 是将研究对象分门别类的进行认识 那么就是极数的分类 那么极数的分类呢 目前是根据它的这个极数的这个化学 它的这个化学结构 或者它的组成的元素来发分的 比如说这里一个第一类叫做寒氮类的极数 寒氮类的极数 寒氮类的极数呢 那么就指的这个极数的分子 这个化学物中间 有寒氮的这个元素的存在 从这个名称上来看呢 实在是不优美的 这个名称很不优美 但是呢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是很无奈的 我们称这一类极数为寒氮类极数 因为这个名称它既不能体现一类极数的功能的共性 也不能体现它的结构的共性 但是还是抓到一个共同点 这共同点是什么呢 这些这些极数里面都含有氮元素 那么你看这里这个蛋白质 它是氮类极数 含有氮 因为它是氨基酸构成的 那么氨类极数 是氨基酸脱缩机造成的 像许多这个体内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细胞 我们细胞生物学上学习过 叫做APUD APUD类细胞 就是将氨基酸脱缩机以后 成为这个氨类 具有活性 那么氨类极数 氨基酸的衍生物 这些氨基酸的衍生物 比如说趋甲肾啊 肾上腺素啊 甲状腺疾素等等 那么这一大类极数 可以说都是氨基酸 氨基酸的化 氨基酸的合成物 或者是氨基酸的衍生物 和氨基酸本身 那么这一大类极数 都是属于很大类的极数 另外呢一类极数 内固存极数 又叫栽体极数 那么顾名思义 这一类极数的基本的骨架 是由党固存衍生的 以党固存作为这类极数的基本的骨架 那么党固存的结构 所以我们知道有三个本环 三个本环再加上一个五碳的物环 连在一起四个环 那么加上一些修饰 是属于党固存 那么由党固存作为合成的原料 它的衍生物形成了一大类极数 内固存极数又叫栽体极数 包括肾上腺皮质极数 性腺极数 肾上维生素低散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内固存极数 另外呢 还有人将一类脂肪酸的衍生物 也把它归于极数的范畴 因为这一类脂肪酸的衍生物 我们知道这个发生四细酸 是主要的这个脂肪酸类 那么发生四细酸 就是二十炭的 它经过这个不同的代谢途径生成产物 比如说经过质养核酶固途径 和质养化酶固途径 生成白酸西类 白酸西类一大类的 参与这个炎症应急等等这样一些信号的传递 白酸西类 还有呢 通过缓氧化酶固途径 生成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一大类 包括血酸素一大类的 缓氧化酶固途径 也是具有活性作用的 那么新晋又发现那个脂肪酸的衍生物 还可以生成另外的也是一种衍生物 也具有活性作用的 那么这样呢 这一类具有活性物质 也可有人把它归为极数 但是因为这一类的这个 衍生物啊 脂肪酸的衍生物 它在血液中间的半衰期很短 就是说不能长期在血液循环中间保持它的活性 那么它的作用多数是在局部发挥 发挥局部的作用的 人生说是属于局部的体液性物质 这一些 那么从这个极数的分类来看 也是 就是说极数的界限 内分泌的界限 也是模糊的 那么 也是种类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一些极数呢 它们一些共同的地方 那一般的特征 就是一般性的性质有哪些 我们来笼统地开合一下 第一 信息的传递作用 毫无疑问 我们把极数定义为一种信息物质 是由特殊的细胞所分泌 经过血液或者体液的运输 那么具有效能的这样一种化学信息物质 因此它是具有信息的传递作用的 通常这样一些传递作用 很多都是成多极反应的 极连式的反应 就是Cascade 像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图 一个刺激 集合A A集合以后 又集合B B集合又集合C 这样一种链式的 瀑布式的这样一个反应 那么这样一个反应 这些反应完成一些功能活动 那么似乎是不简洁 似乎是不够简洁 但是这种设计也是煞费苦心的 那么第一 有多个环节的传递 那么就提供了多个拔点 多个位点的控制手段 那么这个机体调控 就可以作用于多个环节 那么实现这个控制 第二 在这个集连反应中间 每一个集连反应是有一定的放大和缩小 那么就使得信息传递中间出现了某种算法 也就很 那么也就是使得这个信息的 比如说放大 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这个多极的放大 比如说成几何极数 成几何极数的这样的一种 极数式的这个信号的增强 或者减少 那么这是这个信息的传递 那比如说这样一个细胞类的 霉出放大作用 就是类似的 然后呈现一个几何极数的一个增长 那么极数之间 因为这个集连反应 多个集连反应之间 那么就使得不同的极数 可以作用于同一个反应的不同的环节 那么之间发生相互的作用 极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呢 包括协同作用 结看作用和允许作用 协同作用 结看作用和允许作用 我们来看看 这是协同作用 那么这是三个极数 都对血痰的浓度能够产生调节 能够调节血痰浓度的 那么这三个痰皮质极数 皮质纯 移高血痰数 肾上腺数 那么这三个极数都能够调节血痰浓度 这是它们三个极数作用下的 单独的作用下的血痰浓度的变化 我们看看 那么这个移高血痰数和肾上腺数 两个极数在协同作用下 血痰浓度的情况 远远的高于这两个极数单独的作用的效果 那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二 是吧 那么之所以能够一加一大于二 我们想到前面讲的这个信息的传递作用 那种极连式的反应 如果它们作用在不同的环节 都是起一个promotion 起一个正向的作用的话 那么这个不同的极连之间又有放大 存在放大的作用 因此这个协同作用就可以解释 那么这是三个极数 以上三个极数的共同的作用 这个葡萄糖的浓度更高 作用更强一些 这就是协同效应 那么极数之间的结看作用 那么也许两个极数 共同作用于某一个生物化学反应 但是它们作用的效果是相反的 那么就出现结看作用 比如说 极数B能够减弱极数A的效果 像移高血糖数 顾名思义 升高血糖 而胰岛数 因斯林是降低血糖的 那么这两个极数 那么对于血糖的浓度来调节来说 是起一个什么 相互结看的效应 那么在人体内 极数之间的协同作用 和结看作用 都是非常普遍 那么第三个呢 极数之间的 存在着所谓的允许作用 Permission Action 那么允许作用呢 比如说 痰皮质极数本身 它不能够直接收缩血管 不能够直接对血管平滑机 发生作用 而去甲肾酸腺树 是有收缩血管的作用的 但是 痰皮质极数的存在 能够加强去甲肾酸腺树 收缩血管的作用 如果痰皮质极数缺乏的话 血管的粘力就很低 那么它对肾酸腺树的反应性 也就低了 那么血管就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 但是虽然痰皮质极数本身 并不能直接收缩血管 这就是允许作用 也就是说极数的某一个作用 它的直接作用是很小的 或者不存在 但是它的存在 就能加强另一个极数的这种作用 比如说这个甲酸腺极数 甲酸腺极数本身并不能够直接刺激心脏的 的心肌细胞的活动 但是甲酸腺极数能够增加 心肌细胞上β受体的数目 我们知道这个心肌细胞上β受体 它是接受胶感神经的结后地质的 是吧 那么吸分β受体 心跳加强加快 一个振性的心脏的作用 那么由于这个甲酸腺极数 能够增加心肌细胞β受体的数量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 在甲酸腺功能看劲的时候 心跳是加快的 加强的 因为那个 那个交感神经的作用更强了 所以严重的甲酸 可以导致心脏的疾病 因为心脏长期的复活过重了 这就是允许作用的一般的原理 也是增加了受体的数量 也就增加了它的敏感性 好 那么 极数的这些不同类型的极数的作用 它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呢 那么首先 这个极数啊 我们说它要有灵敏的信号接收系统 和有效的信号放大系统 那么信号接收是通过极数的受体 来接收极数信号的 所谓极数受体是把细胞上能够识别 并专一性结合某种极数 是特异性的 进而引起各种生物效应的功能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 能够特异性的 接收这个极数信息的 那么这种受体 那么根据它存在的部位 分为包膜受体和包内受体 那么大多数的寒氮类的极数 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啊 应该说大多数的寒氮类的极数 都是通过作用于细胞膜表面的受体 内固醇基础大多数情况下 是直接进入细胞类的 进入细胞类 与包内的受体结合来发生作用 那么比如说内固醇基础 有包内受体 包过了包间受体和核内的受体 那么在包间 与某些蛋白质结合 那个蛋白质就是它的受体 那么到进入 还可以进入细胞核内 在细胞核内 又与某些蛋白质成分结合 那么引起功能改变 那就是核内的受体 比如说像这个图上所指示的几种情况 那么有直接这个细胞膜上某个受体 结束以后导致了某种酶的改变 某种功能的改变 或者离子通道的开关 那么引起这个功能改变 像我们在这个细胞内章 学习到的这个骨骼基的运动中板 中板膜上脸的这个胆碱受体 与离子通道相偶连 所以引起的这个改变 还有呢这个直接一些酶 比如说氯氨酸基酶之类的受体 引起反应 还有这个鸡蛋白藕连的受体 鸡蛋白藕连受体 那么通过鸡蛋白通过效应器酶发挥作用 那么这是都是膜受体 那么还有呢包类受体 那么内固醇极素 可以进入细胞内 甚至进入细胞核内 那么与包类受体和核受体 核类受体来结合发挥效应 那么这些极素呢 由于是靠受体来接收信息 来转化这个信号的 因此可以通过对极素受体的数量 和它的亲和力来进行调节 来调节 来调节极素的功能 那么 对受体的数量和亲和力的调控 那么无非是两个方向 上调和下调 所谓上调增量调节 受体数量和亲和力的增加 而下调受体数量和亲和力的减少 那么这样 这样一种调节方式 我们在细胞内一章 细胞内一章 不是物质转运的方式的 那么一种最复杂的方式是什么 团块物质的转运 入包作用和初包作用 那么在细胞通过入包作用和初包作用 就可以实现改变魔受体的数量 可以改变魔受体的数量 比如说通过初包作用 把在细胞内合成的受体蛋白 专配到细胞膜表面 来增加膜表面的数量 那个敏感性 同样的 如果这个 某种药物 持续或者某个急速 持续作用在把细胞的话 持续有高浓度作用于把细胞 就会诱导这个细胞 把细胞膜膜的内线 就会将这个受体内化 叫做internalization 这个internalization使得这个受体呢 陷进去 吞进去 就内收了 收了以后就减少了 膜上面的受体的数量 降低它的敏感性 叫desensitization desensitization 所以降低膜的这个敏感性 就是降速条件 那么许多药物 某些药物 随着用药时间越来越长 那么它的敏感性呢 用药物的这个效应啊 敏感性就会越来越低 是吗 那么其中有一种原因 有一种机制 就是受体的内化 它的脱敏感性 那么这是细胞 这是机体的一种 自身的一种反馈性的 一种条件 一种适应性的一种条件 当然还有对于轻和力来讲 除了受体的数量 另外还有轻和力的条件 可以通过对受体的某些修饰 比如说弹激化 仙激化 这些修饰 来改变受体和配体的 也就是和极速的这种轻和力 这是这个 关于这个用受体这个环节 另外那么受体在接受 这个极速的信号以后 是如何改变细胞的功能的 那么这就是极速作用的机制 那么极速作用的机制呢 不同类型的极速 作用机制有差异 那我们先看看 寒弹类极速的作用机制 目前寒弹类极速的作用机制 是用所谓的第二性史学说来解释的 那么最早 在1975年 一个叫Sorin的科学家 发表了他的研究 发表他的研究是怎么样呢 他用肾上腺素去刺激肝脏的细胞 可以观察到肝细胞内 磷酸化酶的活性增强 激活了磷酸化酶 那么使得肝糖原分解 肾上腺素使肝细胞的肝糖原分解 通过磷酸化酶来发挥作用 这样一个研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怎么样发生这样一个肾上腺素 怎么样最终使肝糖原分解 那么是不是肾上腺素的直接作用呢 是不是直接作用呢 我们先他这样先看看 用把这肝细胞把它破坏了 打碎了 用肾上腺素与肝脏的云浆去混合 也可以观察到云浆中间的肝糖原分解 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反应 不依赖于细胞的结构的完整 不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细胞结构 只要里面这些成分 也不一定要严格的空间组织 这样一个细胞结构 那么进一步的 他用肾上腺素直接作用于磷酸化酶 看看能不能够直接激活磷酸化酶 回答这个结果是否定的 就是说肾上腺素并不能够直接的激活磷酸化酶 那么这可能是需要有云浆存在 那么这个云浆里面有什么东西 借导了肾上腺素的作用呢 是什么东西把肾上腺素的作用传递下来呢 那么他将这个云浆进行高速离心以后 将云浆分成两部分 上氢液和沉淀 上氢液是包浆液体 下沉淀部分是细胞膜的碎片 看看 他把这两部分分别于肾上腺素来作用 都是无效的 肾上腺素分别与这两个部分分别作用 都是无效的 这就没有作用 但是当他把分开的两个部分合在一起的时候 又重新合在一起 肾上腺素是能够有作用的 有作用的 那么这就 这就说明这个 肾上腺素的这个作用 既需要细胞膜 又需要 这个细胞膜 我们很容易理解 细胞膜上可能有相应的受体 没这个受体不能发挥作用 那么细胞膜上有受体 那么这个受体 又需要通过某种 代谢某种反应 与这个 与这个 与这个三氢液中间 也就是说云浆中间的 包浆中间的某种物质 产生作用 最后才能够集合磷酸化酶 这依赖于这两个东西的同时存在 这样的 在这个实验中间 注意观察到 在云浆中间 有一种物质的含量增多了 这种物质就是我们后面 所知道的CIMP 黄一磷酸腺钢 这种物质的增多 那么这样呢 就 可以解释 那么是否这个CIMP增多 是否能够替代肾上腺素的作用呢 它将这个CIMP分离出来 直接与肝细胞云浆液反应 产生了明显的效益 也就是说 CIMP 与云浆反应以后 可以通过集合磷酸化酶 并且 并且能够呢 使这个肝痰源分解的 造成肝痰源分解 这样呢就 给出一个假设 但是 肾上腺素 作用于细胞膜 产生一系列反应 使细胞生成了CIMP 能够集合临床发酶 引起相应的效益 那么在细胞内 CIMP 就代替了肾上腺素的作用 那么 这样的话 就把肾上腺素看成是细胞外面的信息 信号 那么 CIMP 则是 在细胞内 再 承接了 或者代替了肾上腺素 那么是细胞内的信息物质 这就提出来第一性史 和第二性史的这个概念 那么又提出了第二性史的学说 所谓第二性史 将第一性史 传递到细胞的信息 由细胞表面 再传递给细胞内的特定结构 产生生理效应的细胞内信息 黄伊尼酸线钢是最早被研究 也就是最早被认定的第二性史 因此提出了第二性史 那么 这就是关于CIMP的整个的 这个 整个大体的框架 要急速 作用于受体 那么 作用于受体以后 激活了线钢酸黄化酶 线钢酸黄化酶 但是ATP生成CIMP 那么 就把信号传递到细胞内了 CIMP 使细胞内的蛋白极酶激活 蛋白极酶激活 导致它抵悟蛋白在磷酸化 包括比如说 磷酸化酶 那就是 磷酸化 产生一系列的生理效应 那么整个 这个story 这个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轮廓 那么完成了这个第二性史学说的 这样一个建立 因此邵盛获得了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这是在内分泌研究的这样一个领域 他获得了这样一个 诺贝尔奖 那么 接下来 那么就 展开了 许多人就展开了 这个第二性史进行研究 那么受体是位于细胞膜外表面的 而线钢酸黄化酶是位于 包胶面的 产生的物质 CMP是在包胶里面的 那么 急速和受体结合以后 如何集合线钢酸黄化酶的呢 在中间隔了一个子质酸分子层 隔了一个细胞膜的结构 那么信号如何从外面 被传到到达里面的 那么这就是 人们提出了一个 跨膜信号转导 这样一个概念 跨膜信号转导 那么 当然有些细节呢 我们没有时间展开了 但是这个大体是这样的 那么细胞膜塞的线钢酸黄化酶 仅仅有线钢酸黄化酶 它可以使ATP生成CMP 但是它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是很低的 线钢酸黄化酶独立存在 它的酶活性是很低的 那么只有 如果在这个中间加入了这个 三菱酸鸟肝 那么这个明显的可以提高 这个线钢酸黄化酶的活性 那就是说它是属于GTP的依赖的 那么AC的就是线钢酸黄化酶激活 需要GTP参与 那么这个GTP在里面干了什么呢 好 又进一步发现 在细胞膜上存在着一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能够且需要结合GTP 那么这就是GTP结合蛋白 简称为G蛋白 简称为G蛋白 那么有了这个G蛋白 才能够使得线钢酸黄化酶 能够被激活 当激素与受体结合以后 进而通过G蛋白的传递作用 使得线钢酸黄化酶被激活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构成了一个 一个轴 构成了一个信息的链条 这个信息的链条 这个传递轴就是极素受体 那么这个受体是与G蛋白相偶连的 是叫做G蛋白偶连受体 然后后面是G蛋白 再后面是效应器酶 也就是说线钢酸黄化酶 所以受体G蛋白效应器酶 构成了一个跨膜的信号转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鸡蛋白的 关于鸡蛋白的 那么鸡蛋白 我们知道有αβγ三个亚单位 构成一个三具体 那么α亚单位是具有 对效应器酶有吹发活性的部分 但是在形成三具体的时候 α酶的活性 α单位的活性是被抑制的 只有当三具体解开 βγ离开α而去的时候 α的活性才能够自由的示范 才能够集合下游的效应器酶 这样的就是说解释了这个 有鸡蛋白参与的跨膜信号传导 这样一个过程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不再不仔细展开 那么这样随着鸡蛋白的发现 那么鸡蛋白偶连受体的界道 就是能够解释CMP第二性史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发现了这个CMP作为第二性史以后 那么一类的极数 许多极数都是通过产生CMP第二性史来发分的 包括这样一些卵抛刺激素 人油毛毛出性线极数 缓体生成素 出甲状线极数 出生上线皮质极数 示范极数 血管紧张素I 以及AX分胺类的极数等等 都是最终通过细胞膜内产生CMP 这个第二性史来发挥作用的 那么这个CMP的产生成为了许多极数 信号转导到细胞内的一个共同的通路 一个共同的通路 说明这个信号在跨模转导的时候 信号出现了减壁 信号的种类出现了减壁 这就是第二性史 好 休息一会儿 稳住 写 直接 接